以道纯则将正道以外的所有养生方法总结为九品 即囊括了建法三成和最上一成以外所有层次的方法 同称为旁门九品 堪称中国古代养生方法分类大权 极具参考价值 现分类介绍如下 以下三品为摊势力者行之 下品之下 邪道 包括玉女房中三丰采战 食乳对炉 女人为顶 天轨为药 产门为生身处 精血为大单头 驻慈雄剑 立音阳炉 为女子为纯音 指月经为至宝 采而而之 为一月一环 用九女为九顶 为九年九反 令同男同女交合而采出京 取音中小米为玄珠 至于美金花 弄金枪 72家强兵战胜 多入少出 酒浅一身 如此邪谬 未知泥水丹法 下品之中 外道 包括 84家解法 36班采音 用包衣为紫盒车 练小便为秋时 食自己经为还原 捏尾驴为闭关 夫妇交合时经不过为无漏 采女经为红圆子 或以五金八蛋修炼为碗 令妇人扶制 十月后产肉块为制药 采而扶制 下品之上 外道 包括炉火烧制 五金八蛋 点毛烧凉 剥灰弄火 至于灵沙外药 金石草木 佛尔之法 二中三品 可渐入佳境 中品之下 包括 修凉壁骨 忍寒石灰 佛尔胶木 宝贝沃冰 日吃一宅 或清宅 或食物多为奇特 或饮酒不醉为宴 或减食为抽天 或不食五味 而食三白 或不食烟火食 或饮酒食肉 不及生命 自味无为 中品之中 包括 吞霞福气 采日月精华 吞星药之光 福五方之气 或采水火之气 或存私助享 遨游九州为运用 或享身重二气化为男女 向人间夫妇 交采之状为和和 一切存享种种虚妄之法 中品之上 包括 传授三规五戒 看宋休息 归空时信 三计九阶 占星礼斗 或吃不语 或打勤劳 持守外攻 三上三品 中土之人 行之可屈并 上品之下 包括 定关剑行 存私图纳 魔斧消息 六字器 室顶门 守其地 吞金叶 搅神水 或擦身令热为火候 或一喝酒魔球长生 或炼酬拓为真种子 或守丹田 或兜外肾 至于弃海观鼻 以金睛弦末 为要来上品之下也 上品之中 包括 必吸行器 屈身导隐 魔妖肾 神手印堂 运双精 姚家戟 守其轮 以双精为名 或以眉间为玄关 或叩齿为天门 或想圆坤 从顶门出入 或梦游仙境 或末朝上帝 或以昏尘为入定 或树西为火候 或想心肾黑白 二气相交为祭己 上品之上 包括 搬经运起 三火龟旗 调和五脏 十六观法 固守丹田 浮中黄气 三田环返 补脑还经 双提金颈夹挤 双关卧固 内饰种种搬运 根据理事的总结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 第一 除鞋到外 任何一种方法 都有其养生的价值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不应偏执于 任何一法一数 第二 具体的操作 虽有小数之嫌 但可作为入手之法 有趋并延延的效果 养生的境界至高至远 每一个有志于此的人 都应逐步放弃 个别和局部 尽可能地向外扩展身心 从整体 从宏观上 把握自己的生命 第三 自然无为是养生的根本 一切刻意而求的 反常之举 都是不可取的 随着养生境界的提高 养生的行为 也应是一个 从有所作为 到无为而至的过程